早上好 今天外面还是在下雨 我昨天晚上扎营在319国道旁边一个空的房子里面 好冷呀 飘呐 早上好 昨天晚上穿着羊肉丧跟抓绒铺睡觉的 结果半夜还是被冻醒了 我又把睡袋裹在身上就稍微好了一点 经常想要活了忍痛 有点感冒 其实这类还是湿湿的 帮她弄吹风去先吹一下 我这次出来没有带电热毯 如果把电热毯拜上的话可以用电枣的充电 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 我这个 伤长的胳膊 疼得很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 还是一辈子都好聊了 起来做饭了 早餐嘞 做个粥吧 哎 气罐 没有气了 咱们就用电模子啊 熬点小米粥 再放两个鸡蛋 电小鹅带动这个锅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是49% 我们看煮好 少多少电量 我的粥做好了 把31%的电 这是平安的早餐 可丰富了 不许吃了 等一下 算了 吃吧 吃吧 准备上了 吃了难不难不要往外子拱啊 好好吃呢 它有点小哈 今天给你换个大盆子 好不好 收拾好 收拾好 穿好我的仗衣 顶三层外空层 准备出发 嗯 对 谢谢老板 拜拜 你看没有笑 今天跑了已经有100多公里了 现在是在路边上 这边看到好多卖这种柚子的 这个柚子为什么是一个长的东西吗 是这个好甜的 不是甜的 很甜吗 3块钱一个呀 嗯 你帮我拿一个吧 选一个吧 随便你拿 哪个都可以 你拿嘛 随便你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随便你 你自己选吧 没有你不拿人吃的 这个是你们本地柚 这个不是本地的吧 这个是选择的 这个要3块5一斤 拿本地柚就行了尝一下本地柚 这么大一个剥出来就这么一点点 是啊 皮好厚啊这种 你要帮我剥一下吗 谢谢 我尝一下 其实吃柚子对身体好 嗯 这个便宜一点 这个只要2块钱一斤 就这个大的 是我们本地的 这个不是本地的吗 这个也是本地的 这个是刚栽来的 哦 这个是学年的 尝一下 其实在我们四川的话 有一种叫做脆香甜啊 长得很丑的 没有特别好吃 嗯 嗯 吃这个钱的话也不太多 但是我们主持一张味啊 长时间已经下午的四川多了 在内地跑的话就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天黑得快 5点慢就天黑了 这边跑不到多少公里 跑一百多公里 这边才跑一百多公里 嗯 现在这双成早吃了 好